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外媒Political的歐洲版 今天登了一篇評論文章出來 裏面提及到 全球的民主大國 比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印度等等 已經組成了一道對抗中國的陣線 至於德國在初期的時候 一直保持著好像局外人的身份 但是根據文章指出 說德國目前反中的情緒已經逐漸成形 而且一旦默克爾在明年秋天卸任以後 德國的對華政策將會出現重大改變 這篇文章提到 說在過去這一年以來 德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 對於中國的態度都漸趨強硬 至於去到明年秋天 默克爾卸任總理之後 執政聯盟將會重組 戒時新政府的反中立場 就會變得無可避免 德國工業界的一名元老 認同了這個觀點 他就說 儘管德國很多企業都不斷遊說 對默克爾政府要保持中德兩國之間的和諧 但是德國的政壇和民間社會的輿論 裡頭的反中情緒已經沒有人能阻擋 而且這一名元老還提到 說這股反中的趨勢是單向的 一直往著對中強硬的立場前進 至於默克爾的親華政策 就算在德國國內都已經遭到很多政治人物的批判和質疑 默克爾一直強調 無論是中德之間或中歐之間 都應該要保持對話 以及儘量避免對立 因為默克爾就視親華政策 作為將德國企業利益擺在第一位策略 但似乎他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儘管默克爾仍然是希望 中德之間發展成為戰略夥伴關係 而不是競爭者或對手也好 但北京當局顯然是不願意配合 而且默克爾的所謂歐中投資政策 氣候政策或非洲發展等等 全部希望都落空 甚至乎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和歐盟領袖在9月中預定的峰會 亦要無限期押後因為疫情關係 除了外部因素以外 就算德國內部因素都是不利於默克爾的親華政策 就連內閣大臣 甚至乎是執政聯盟裏的議會議員 都不再願意聽從默克爾的概念 Political的評論文章就這樣說 究竟有沒有一些實質數據支持得到 這個說法呢 我找到德國明鏡周刊上星期做的民意調查 他們問德國的受訪者 說你希望德國採取一個怎樣的對華政策呢 最新的結果顯示 贊成傾向疏遠和明確疏遠的受訪者 加起來是接近一半的 有上百分之四十六 至於認同維持現象的 大約有三成 選擇傾向親近和明確親近中國的 加起來只有百分之十八 故此 對華強硬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民意 故此 無論是德國的內閣大臣也好 或者是執政聯盟裏的聯邦議員也好 他們選擇不再聽從默克爾那一套親華政策 其實都是在反映當地的主流民意 除了剛才所說的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證據證明得到 在德國真是形成了一股反中的情緒呢 首先來講 就要提一下華為 在德國的5G網絡建設當中的角色 本來似乎是穩如泰山 原來就是背後有默克爾力撐 根據報導所說 有很多德國聯邦議員打算把握機會 在今年向默克爾逼供 阻撓他繼續准許華為 參加德國的5G網絡建設計劃 原來華為的地位不是很穩陣 若然這次被那班議員逼供成功 即是華為有機會退出德國的市場 所以這又是對華強硬的一個證據 其次是甚麼呢 就是有一個政黨叫做綠黨 綠黨很有機會 在明年舉行的聯邦議會換屆選舉當中 贏取更多的議席 進而加入新的執政聯盟 到底德國是以甚麼來著稱的呢 正正就是以對華強硬來建稱的 而且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有不少德國六黨的議員 都有聲援香港的示威者抗爭者 包括在去年12月份的時候 德國六黨領袖艾卡特曾經到訪香港 當然可能當時沒有人知道 他到訪香港的時候說到 說德國絕對不應該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 而對中國踐踏人權的現象是視而不見的 他作為一名在東德生活過的人 深深感受到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 他明確批評以默克爾為首的德國政府 在處理香港和新疆問題上膽小如鼠 他對於德國聯邦政府 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表現 完全失望 他原本期望德國聯邦政府從一開始 就會對香港的示威者表達支持 所以大家就看到 綠黨的領袖 原來是非常同情香港的示威者 而且對中國很強硬 對默克爾的親華態度 是很反對的 他若然入了執政聯盟當中 一定會改變了目前德國的親華政策 默克爾顧忌中國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他就是要保住中德之間的經貿往來 他就是要保住德國的企業利益 尤其是在說汽車工業的利益 他要確保得到德國的工業產品 能夠銷售往中國 但是這個綠黨就爆炮了 他偏偏跟這些 德國企業和這些工業機構 完全是無縫無縫無縫無任何瓜葛 就不像默克爾那樣 跟這些企業有著千絲萬縫的關係 故此他們完全是不需要保留任何情面 反而默克爾 不看爭面也要看罰面 所以這就是他們對華政策之間 最大的一個區別 除了綠黨以外 實情在上星期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宣布了 就說終止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 其實這個完全是有意落中國面 因為當香港警察這頭宣布 對於六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進行通緝 其中一個榜上有名的 就是被德國政治庇護當中的黃台仰 所以現在你說要終止這個引渡協議的時候 其實就是告訴香港和大陸 根本上你的通緝令 對於德國來說是廢的 它是不會理會你的 所以這個擺明就是落臉的了 好 接著另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德國外交部的一名官員 今天就走出來說話 這個就是外交部歐洲事務部長羅斯 不是馬斯 馬斯 外交部長 這個就是歐洲事務部長羅斯 他就說中國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 但是同時也是德國的競爭對手 歐盟應該對於中國 採取一個團隊的合作政策 但是至今遲遲都做不到 故此他認為 歐洲最致命的缺點就是缺乏團結 這位羅斯部長還說到 某些歐盟成員國抵受不住來自中國的經濟誘惑 令到歐洲的核心價值基礎受到損害 這樣對於歐盟的信譽來說 都是一劑毒藥 如果個別國家為了跟中國的雙邊交易 進而破壞了歐洲的人權政策 這樣就會賠上了歐盟所有的成員國 到底他所說的什麼叫某些歐盟成員國 某些就是德國 還是誰抵受不住經濟誘惑 當然他作為德國的政府官員 他就不能在公開場合跟默克爾搶反調 但是他所說的國家是哪一個都很明顯 雖然在歐盟成員國當中 匈牙利和希臘都是一帶一路的倡議國 但是他擺明就不是說這兩個國家 在這個場合裏面 事實上有些歐盟成員國 他們是抵受得住這個誘惑的 比如說我們昨天提到的愛沙尼亞和芬蘭 他們就是剛剛拒絕了中國的下企業的邀請 他們不再建立這個跨國海底隧道 有些國家是做到的 不是說全部都做不到 至於德國什麼時候可以抵受得住誘惑呢 真的要看下回分解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